哈嘍,大家好 那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在ISOBIA 到底吃些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是Vegan 我們是純素者 所以我們在做料的時候 就會特別去考量 我們要怎麼樣子 去增加我們食材的 就是可看性跟廣度 那大家可以來看到 我們的廚房在這邊 那今天我們要做的料理 是我們想要仿韓國的冰冰bap 來做出這個可口的冰冰bap料理 那大家可以看到 冰冰bap的要點就是 我們要有各種不同的蔬菜與食材 然後再把它點綴在米飯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各式各樣各種食材 包括像這是我們的素肉 這個素肉其實在ISOBIA還蠻普遍的 可以在各種超市來買到 那這裡可以一節我們就是 素食者想要嘗試冰冰bap的 冰冰bap的一個 一種方式 那我們也切了一點就是 胡蘿蔔絲 還有搭配一點就是自己自創的 這是青花菜 加入冰冰bap料理 還有一點洋蔥 這個是櫃 那再加上一點點黃色的椒 還有大白菜 一起下去在鍋子裡面煎 那待會我們再把小黃瓜切絲之後 就可以做各式各樣各種不同的 藥籬來拌在這米飯上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午餐